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任敬阳 美国总统川普提议削减补助艺术项目的预算 引起了教育界的担心 有可能会影响到学校改善学习成果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林 在洛杉矶的报道 乔伊纳小学 是好像海拉、卓瓦、卡瑞 那样的学生的避风港 她仍能够做小朋友最喜欢做的事情 校园围场之外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这位校长说 学生受到创伤的症状显而易见 导致高退学率 这家学校曾经在加州属于倒数的5%的学校 符合了艺术改变现状项目的条件 艺术改变现状提供艺术教育资源给学校 亦都提供教师特殊的训练 目标是将艺术 创伤的艺术和历史图 专攻音乐和艺术的老师 每星期四会和小朋友上堂 艺术是有趣的 你能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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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三年的项目 在实行一年之后 效果很明显 我们这一年可能会拒绝了一年 这一年 那是有趣的 父母在接电话 来到家庭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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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只是家庭的图片 来到家庭的图片 而是他们来到家庭的图片 所以我们的父母联系统 而且不单是这一间学校 全美国有68间学校 参与了艺术改变现状项目 一个近期的研究显示 学生违规的行为减少了 出席率上升 而且学习表现提高了 艺术改变现状在美国转向 着重数学和科学教育 慢慢不再强调艺术教育的时候 展现了一个更加全方位的教育方式 这位校长说 有一动力之后 各科的学习就跟得上 他希望将乔伊纳小学 变成表演艺术学校 保持资金源源不绝 而且让艺术成为学校的一部分 有支音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报导 你有可能觉得健身很沽躁 甚至无聊 电视游戏行业希望能够对此带来改变 下面是美国支音记者易凯文的报导 这个游戏叫做打蝙蝠 我们看到这个游戏的法人家 在岩壁上面到处爬 追打虚尔蝙蝠 看出这种游戏的健身潜力是不难的 这个游戏系统还是有双打来增加竞争性 他发言人说 小孩很难忽视这个系统的趣味性 他发言人说 很多人甚至是忘记了他们在这里攀岩 他们甚至忘记了他们在距离 他们在距离 我还没有意识到我距离 后两分钟就感到复杂了 我们的客户也喜欢 例如这些地方 带来新型的客户 在距离中 带来新型的团队 这个系统在8月上市 其中有多款不同的游戏 不过价格不便宜 每套是15000美元左右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 在华盛顿报道 谢谢大家 在美国针製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任敬药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